美食 Youtube 微微晨光天亮这线小世界 微微温暖融化昨夜的冰雪 就像是每一秒都成为岁月 微微从不停歇 微微就是秋天 你每天诺言 微微就是彩虹 里面的雨点 微微它很渺小 却从不平均 微微就是我们 多少次跌跌撞撞 才学会坚强 多少次在迷茫之中 寻找方向 多少次跌倒之后 再忍起来面对 再勇敢直闯 那哪个款你最喜欢了呀 身体了解啊 我喜欢的款都取回家了 咱们都挺辛苦的 你别找我事啊 让我好好工作 我没有办法好好工作 我运闷死了都快 冯文艺还没聊好呢 依我看啊 顺其自然 静观其变 肯定有转机 静观其变 那不跟做吃等死差不多嘛 老公 你得帮我 我怎么帮啊 我 我怎么帮啊 我越过冯文艺 直接去找商头大佬 我没有立场啊 谁让你找大佬了 你去帮我去找一下 陶瑞啊 那不行 鱼公 还没到我跟她沟通的时候 鱼丝 这很可能会影响我的家庭稳定 你以为人家还惦记你呢 人可是国民女神啊 她是不是国民女神我不关心 我关心的是 咱们和睦的夫妻关系 不能因为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 受了打扰 那就是你还惦记她 你心虚 是 您已经坐了 不用送了呀 陈导演 那这事就这么定了啊 谢谢你了 行 但是具体的事情 咱们还是得开会讨论啊 不能影响舞台效果 等你好消息 道儿 还开会吗 得开呀 不开会能行吗 是 一下子 他别闭着你要介绍你可以 这件事 我是越想 心里越不舒服 江洪凯现在回来次数多吗 最近公司忙上市的事 他在公司附近住一个礼拜吧 一个礼拜 怎么了 以前我也老这样吗 你说你 你 你 心又粗 人又矫情 话又难听 你这样怎么能拢得住人呢 你以为江洪凯跟你一样啊 那我床上一躺 我上班上一坐都能坐出洞来 咱们家上下老小 全靠我妈一个人 我的老公啊 我是最了解的 越是会赚钱的男人 越是不会对自己的女人挑三解刺 您哪 不知道是操心我呢 还是担心江洪凯这个金婆婆 会丢掉 走 不是 不是钱也得了 最贵的 被我承认打光了 明白 骗我 清清 有几个法院的人找你 这是我们家女主人安总 您好 安女士 你们好 我想跟您确认一下 江洪凯跟您是什么关系 他是我先生 怎么了 安女士 我们是宜兰区人民法院的 这是我的工作证 这是我们的实行函 由于江洪凯在安庆资本经营期间 签署过法人连贷责任的贷款 所以本套房产被列入清算范围 什么 我可以给我先生打个电话吗 可以 好 谢谢 这 这是怎么话说的呢 这房子是我闺女的 她可是清清白白的 再怎么着不能把她算进去吧 根据判决裁定 本套房产将被强制执行收回 鉴于你们现在还在这里居住 十五天之内这套房产需要清空 请尽快地做好班清工作 十五天之内 这也太急得点了吧 安心 不走啊 这住得好好的 总不能让我们母家可归吧 实在不行把你妈咱们都叫过来 这公司忙前忙后的 爸 忙到最后连个房子都忙没了 爸 你别这儿添乱了 老先生 您也别太激动了 我们只是进到一个告知的义务 先走了 这都什么情况呀 这两天 咱们家里收到过什么法院的信件吗 姜总说她的信件都要帮她收起来 我都交给司机小王了 好像是有法院的 知道了 出去不要乱说啊 不要讲三讲次的 好的好的 这些事情我们都可以处理好的 好 忙去吧 好 怎么办呢 怎么办 收拾东西 打包 我不同意啊 古话说福祸相依 一点没错 从小我就不觉得 我是天上掉馅饼能接得住的人 所以最好的日子 都有那么点儿慌张 日子好了 久了 也只能养成心大一点的关心 忽略不详也是需要功利的 可是忽略不详 不代表不会发生 喂 小王 喂 嫂子 姜总呢 姜总这边说有点急事 去添金了 要去处理一下公司的事情 你在哪里啊 我送完姜总就回家了 这样 那个我联系下姜总 您也稍等一等 然后我这边联系上姜总 马上跟您说 您别着急 行了行了 挂了吧 喂 老公 你在哪里啊 在哪里 给我回电话 回电话 所有社会对你的评价 外界对你的眼光 只是华丽包装后的假象 邪合不合脚 只有自己知道 没有所谓的康中大道 哪片领域 都有它的一地鸡毛 你看看江洪凯公司的新闻 问题不小啊 这几年确实 投资的行业也不太好做 风险比较大 行业不太好 所以说了 你就要把所有的业务 都对接过来 我听说花香宝宝那边 有个笔稿什么的 这事你去 对接关系 但是曹总 我觉得这件事情 还是先跟安总那边 沟通一下啊 毕竟你这个花香宝宝 是他聊下来的 你呀 不太了解你们这个安总 他本来就没有 那么强的上进心 花香宝宝也正好感染 他有社会关系 他要体现他的价值优越感 你把什么事都等着他 他要么拿鼻孔看你 要不然这事就不靠谱啊 听我的 你去坐 他那边我来打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安总也来了 好 今天召集大家开这个会呢 是要为大家介绍一位新同事 陆泽宁 陆总 掌声欢迎 大家好 希望我们以后可以一起努力 把重心打造成这个行业里面 最好的公司 我们重心啊成立十多年了 百分之八十的业务 都是传统的业务 也是近一两年呢 才开拓这些网红啊 直播这一块 之前这一块呢 是安总来负责的 那么现在陆总来了 又是专业人才 我希望以后呢 由陆总来带队 但是呢 传统业务 仍旧是我们的主力业务 不能丢 陆总 辛苦你了 一并负责起来 好 陈总 你今后配合陆总 没问题吧 没问题没问题 都没问题 我再留点急事 先告个假 何清啊 何清啊 喂 姐 花一箱宝宝母婴喜护的策划案 我打印出来了 您看一下 嗯 那我出去了 嗯 问你个事 如果说啊 你想让你老公 给你帮个忙 但是 如果 万一啊 他就是死活不答应你怎么办 他敢 我说如果呢 他要真敢 射诱他呀 射诱他呀 薇姐 只要射诱他是没有什么办不成的 之前我就看上了一个包 说什么他都不给我买 后来我就想这夫妻之间啊 爱酒必带 代酒盛宴 现在说点什么事 可不像谈恋那会儿那么简单了 然后我就找了个酒店 开了个房间 靠着上灰姑娘的造型 再搞点小情绪 唤起他对我的热情 姐 你这胡管用了 只不过最后 就不把孩子整出来了嘛 包也没买 钱都花在孩子身上了 真是偷鸡不成十八米 他倒诚心如意了 我烦死 咋了 姐 没事 忙去吧 行 来 谢谢 不客气 老包 喂 来这儿来吧 万青你对我的热情啊 我已经很这么有感受 你对我真挚的爱情 你说什么了你 开房了 你开什么房子 咱自己有房子回家 干吗呀 退不了了 已经太好了 这么有病了 怎么有病了 我还精心准备了呢 一会儿 你好好试试一下导演的探谎 我在家一样试试 那能一样吗 爱偷偷刺激 来 等一下 来 找我 那你带不 посabout 我会给你带备点 我只能带不开 我終于 произ止了 你带不开 你带不开 我带不开 我带不开 你带不开 你带不开 我带不开 我带不开 来 看谁啊 安心 就我那精神断手 他不过是来跟踪我的吧 他跟踪你干吗 调查有底细 差上我们关系 这对他有什么好处 那他的酒店干吗 那酒店谁跟来啊 你有身份证就可以了 我允许你跟老公搞些有的没的 不允许人家跟老公 你要弄什么呀 你给我偷个点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老公 什么情况啊 什么情况 对不住 对不住 我本来想着在法院执行之前 把亏捧给抖上的 快坐 你也知道现在的各行各业 都受到了波动 这一时半会儿 怕是晚就不回来了 你这么大的事情 你为什么不早点跟我讲啊 让我心里好有个准备呀 还有啊 什么事情我们两个一起面对不好吗 我也是不想让你担心 总之是我没有做好连累了你 你说什么呢 我们两个在一起风风雨雨 十几年了呀 真是的 安心 安心 我想跟你商量件事 我呢 银行卡上还有些钱 这个你知道的对吧 还有理财 理财上呢 明天我就去银行一趟 问问他们能不能提前收回 还有咱们的股票 现在虽然是最低点 但也把它拿出来 还有西边的那个房子哦 我们离婚吧 别说什么呢 别说什么呢 江湖开 你是不是 安心 你毛病吧 安心 你才有毛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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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湖开 你有什么自我跟我提离婚啊 我为了你这么多年 我一直在家里 守着你像个保姆一样 二十四小时围着你转 好好的工作不好去做 你摸着良心 你问一问你自己 我只让你吃一口冷饭了 还是让你带出去丢人了 你 你现在也要跟我离婚 你能不能先听我把话说完 我听我完 是的 这些年你跟着我 你为了我 你受委屈了 所以呢 我不想让你跟着我受苦了 我受苦我愿意 我当初跟着你在说 你什么也都没有啊 你有什么了 你说啊你 我是投你什么了吗 你要离婚 公司现在出现了状况 加上对赌出现了纰漏 我现在极有可能面临破产 那以后呢 就不光是简简单单 收个房子这样的事情了 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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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刚才跟我说 离婚 这是我目前想到的最好的办法 记在你名下的那些 你都留着 也不用转给我 转给我也不够 还有 为了不连累你 我觉得我们应该尽快地撇清关系 还有那个几家公司 都是你代持的股东 都把它转出来 只有这样才能保全你的再善 那只有嫁离婚 才是最好的办法 明白了吗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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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炸废了 吓死我了 就这么办 老公 离婚这件事 以后不要再跟我听 我是不会同意的 你说大难临头 你让我一个人先走 这样的事情 我怎么做得出来呀 就是财产清算 我们两个在一起这么多年了 当初什么都没有的时候 我们日子照样过得很好呀 现在无非就是重庆开始 对不对 安心 你到现在都不了解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那 可能啊 要不了多久 我连这间酒店都住不了了 什么飞机啊 高铁都要被限制 我这样的作物真的是为你好 听话 我知道你是为我好呀 你为我好我能不知道吗 嗯 老公 没有大房子住 我没有大房子 对 嗯 这个事情上了 没有过不去的卡啊 对 我还是没想到过去的 牛肉 你做了什么 我做了什么 那我做了 你做了个问题 我做了什么 哪些东西 我做了一个问题 压力真的好大哟 要是 你帮我约到我的大客户 唐若言呢 那我就不会被 董事会批评了呀 那我就知道 我就知道 无事献殷勤 非奸计到 太吓到了 搞得我压力很大 怎么了嘛 你就压力大 你知不知道那安心老公是谁啊 江洪凯 不知道 就是那个 老在微博上面发表言论 三天两头上市搜那个 那我知道 怎么了 富贵其荣 胡家虎卫 我少人就是因为他 才给他几番薄面的 你什么意思啊 你羡慕人家有个好老公是不是 他又老又愁怎么不说呢 我不是那意思 那你什么意思 老公 你这梦云 你怎么会不上眼呢 你又不是没有他微信 你要真想联系他 你自己给他发微信就行 来啦 妈 小夕 来来来 您终于来了 快进来快进来 来了来了 你怎么拿这么多东西多沉呢 没事 我们家大孙子爱吃这些 长得白白胖胖的 长大哥 拿多少啊 我都不嫌沉 对了 还有这 这里边啊 装的都是玉米土豆 那可都是纯天然的 他爷爷可说了啊 都让我拿过来 让咱们家啊 大宝尝一尝 好 我大孙子呢 在那儿了吗 妈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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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要不咱先洗个手 您刚从外面进来 咱得勤消毒 哦 对对对 假卫生 假卫生 哎呀 这城里啊 就是细菌多 嗯 哎呀 哎呦 撒的什么呀你这是 这就是酒精啊 哎哎哎 行了别烦了 酒精也不行啊 这包里装的都是吃的 那中的时候我都没有撒药 那回头人吃了再中毒啊 行了别管了 啊 明天啊我拿出去晒晒 别管了 哎呀 我的大孙子 哎呀 这奶奶爸爸 哎呀 宝不容 哎呀 哎呀 奶奶来了你就高兴了 试试 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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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啊 出差嘛 忙嘛 没吃饭吧 那个小夕过泡面 泡面怎么能吃呢 不健康 妈给你做饭 不用了 妈 泡面就行了 对对对 你看看 妈给你带了多少好吃的 老家带来的 以后啊 每天给你播重样 等着 不开心 小夕啊 别弄这个了 我来吧 别吃这个 你忙吧 行 辛苦了 妈 怎么着 小祖多生气了 不是说出差一天吗 这都三天了 那老板不回来 我还能自己提前回来 再说 妈这不是来了吗 以后再也轻轻多了 坐上了 妈 哎呀 真别忙活了 哎呀 没事 我就这一调脸 哎 房伟啊 你们俩是不是不太做饭啊 你看那调料 啥都没有 明天啊 我得去买点 我俩同时工作忙 我就对付对付 对付 那哪成啊 你未瘦得了吗 哎呦 你看看你们俩瘦的 尤其是那小夕 你说一个当妈妈的 哪能那么瘦啊 这以后 怎么样二胎啊 啊 我让她慢慢补吧 行了 出去吧 挺呛的 门关上了 就给不呛了啊 不呛 妈给你做好吃的呢 嗯 这回你幸福了吧 不用吃泡面了 做得双人份 咱俩都幸福了 妈辛苦了啊 你也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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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得不错呀 是吧 长天力坏了吧 不嘞 今天先这样 回去之后各部门的负责人 把工作进度和操作计划 汇总给我 明白 麻烦您好 好 下会吧 谢谢大医 辛苦了 辛苦各位 我去负责了 不好意思啊 今天临时有通告 不能拒了 在哪儿 在哪儿 这连小管 来啦 来了 你想干吗 什么我想干吗 我说一百遍了 你不帮我 那我只能自己来了 你坐坐坐 你来正好 省得我一个人也尴尬 一会儿呢 他来了以后啊 你就先跟他聊聊 节目的事 然后我再说我的事 争取拿下他 你别穿帮了 他那人可是大嘴巴 别回头录节目的时候 把咱俩关系说出去了 好 我来就那种 日常聊天的方式 就 你假装偶遇了我 我碰巧来了 你也别碰巧了 走吧 去哪儿啊 他给我发微信说 临时有事来不了了 你怎么少大牌呢 他发的地址 他订的地儿 谁啊 是他吗 嗯 又能来啊 程良 真不好意思啊 我寻思这儿 换到哪一天都不合适 不如就今儿吧 我在皇冠酒店 你要是可以的话 就过来找我吧 我在六零一房间 不对啊 他为什么要约你在酒店呢 我哪知道啊 我哪知道啊 那回去吧 奇奇怪怪的 心虚了 我心虚什么 好上时间没联系了 那就水域情味蕾啊 你这可别乱说啊 走啊 走啊 来都来了 走什么呀 我不在这儿 不好啊 好啊 你来啊 我不来 走吧 那我来 好 那我来 快来 走啊 好啊 快来啊 去吧 快去吧 来吧 来了 来了 我刚录完一个采访 本来想着中午陪你吃个饭呢 结果他们下午给我安排了一室装 不好意思啊 没事 你大王人 好久不见了 好久不见了 都还好吧 挺好的 挺好 好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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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有的呀 我跟她一块过来的呀 你这格局好有意思啊 通的 还好呀 好着呢 这白宁那角色我演得太好了 我们一直都在追是不是 嗯 我们去 嗯 见 待会儿出席活动的视频 我已经准备好了 咱们一点半就得开始 要不然后面的活动我怕来不及了 知道了 咱们等一会儿不是死的啊 你先出去吧你先出去吧 我跟他们聊一条 嗯 好 嗯 你俩吃饭了吧 嗯 没吃 那我给你分点啊 这什么呀 你就吃这个 我今天给我点个外卖 我俩一起吃 我吃不了那些 吃完就走 你俩啥情况啊 还好着呢 我俩现在同事 一个公司呢 装 跟我还装是不是啊 不是啊 你俩好了多长时间了 是不是有点太长情了 那时候大学的时候 程良可是导演系的第一大才子啊 被你一个制片系的拿走啊 我一个表演系的一级也没抢过你 你够有魅力的啊姚伟 那时候不懂事了 那你俩啥时候领这儿的 啥时候领这儿 我就说你们什么时候领的这儿 也不告诉我一声 给你们交份子钱啊 你俩呢 之前咱们那些同学 你还跟谁联系啊 就你 你别呀 真的 还真是奇怪了 其他同学都没碰着过 你呢 就你 就是算姚威的话就你俩呢 好多同学他们都转行了嘛 那你俩在一个公司 那单位没有问题啊 那也没明文规定 只要是不在一个项目里边 没有太多利益上的瓜葛 其实没什么事 但是最好还是保持低调 也挺不容易的啊 那你俩现在就是各管一摊呗 也差不多算是吧 那个项目你看了吗 看啊 还挺有意思的 真的 程大导演出手能有问题吗 你也不用夸我 我们现在确实就等着你来了 你回头让你们交代表 跟我经纪人对对时间吧 就是你那节目有点事啊 我录你一个节目 还非得让我大一代言 关键是那代言还是一个 母婴系列 我现在还没有走那个路线呢 我一直很纠结 我现在接那个好不好 那你签了吧那代言 签了吧不知道啊 可能签了 你别盯着我呀 那你跟我说说 什么叫当初不懂事啊 我不就是顺着她的话随便一接嘛 那我怎么说呀 我说你可不如我老婆 你配不上我 我要这么说 你这事还怎么磕下来呀 现在磕下来了吗 她马上就要跟重心签了 人家不是说了帮你问问吗 签约这种事 都是公司张罗 她自己也不是很清楚 等她问明白了 人家能帮忙肯定帮 你是从她哪句话里面 听出来她愿意帮忙的 现在不也没有别的办法 你说这怎么红的呀她 那小矮哥 还表演戏一姐 上学那会儿 表演老师都说她绝对不可能红的 什么意思啊 说她不高兴了 还停车 靠边给我落是不 不是 红了啊 那红灯停绿灯行 还有我普迪吗 不上棋吧 不上棋吧 不 可能不舒服 那不咱们去医院吧 你上回喝完酒就没养好 不去 老婆 努力该做的都做了 放过自己了 好 乖 来 安总 漂亮 陶日元的合同怎么样了 安总已经对完了 给他们放完邮件了 等回复呢 今天再催一下啊 对了 我要准备一下笔稿会的资料 你收集得怎么样了 您之前也没通知 没通知你就不要准备的啊 不知道工作要提前练啊 正是他 行了 今天加个班 晚上之前给到我 可是安总 安总 曹总 曹总让您去一下办公室 好 觉着是怎么了 打了 打了机械了 好 谢谢 曹总 坐坐坐坐 关于笔稿的事情 我还在做进一步的资料准备 对于花香宝宝这单呢 我还是很有信心的 曹总啊 嗯 这个事你就别操心了 咱们上回开会不说得很清楚吗 你现在要做的呢 就是把直播需要的资料啊 内容啊什么的 你跟那个陆总对接一下 花香宝宝这边呢 你也跟陆总讲一讲 毕竟陆总啊将来还得参与嘛 对了 还有一件事啊 泽宁 有一个笔稿什么的你去 你原来在国外 德国沿江比赛的冠军 你这小案子 你去肯定信手面来 好吧 你们这是在干什么呀 这件事情有提前跟我商量过吗 工作上的事情 我自己知道该怎么处理的呀 花香宝宝的方方面面 我都已经谈好了 那你不就不要惯了 不是上回开会已经说得 明明白白了吗 你同意了我才把这些工作 交给陆总的 安总你怎么了 以前这些事 你都是交给下面人干 从来不其理其为呀 从来不其理其为呀 哦 大风是春暮里的歌者 吃鸟飞过落日清泊 鸟飞过 孤单是烧卷了的余火 断念淹没一夜风过 断念淹没一夜风过 唱鸟飞机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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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衝鸟飞 诚弹曲荒芜的歌 嗯 哦 的歌 爱誓言温柔却随成梦 如果大风吹起脚弱 吹起迷惑吹干胶着 怀抱里疯胀的裙弱 炎阳下没用的烟火 看翅膀长着可情已凋落 理想是什么岁月的乘客 如果梦穿过你的生活 天上飘射短命的泡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